天气这么冷啊 当然很多人会喜欢到饮料店买一些热茶 但是有民众却投诉 到知名的连锁店要求全茶不加水 但是呢店员却告诉他只能够加到七分满 这个消费者就非常不满意 他说我到别家去都可以 为什么你们家就不行呢 那么总公司则代表回应说 茶饮的原汁呢他们加的比较浓 所以如果不加水就不会那么好喝 并且还强调绝对不会卖没有装满的饮料 但是消费者却说他们确确实实买到了 并没有装满的饮料 天气冷嗖嗖想喝热乎乎的饮料 没想到要求全茶不要加水 却得到这样的回答 店员说公司规定全茶不能加满 只能加厚也就是稍微浓一点让人百思不解 走访其他茶饮店可以吗 我可以那个全茶不要加水吗 可以啊 其他连锁店直接说OK换下一家试试看 我要全茶不要加水可以吗 可以啊 点热奶绿要求全部是茶别餐水 这家也说没问题直接买来三杯比一比 都是要求全茶不加水 但某家知名连锁店的饮料 却既然只能装八分满让人很困惑 那只能给你这样七八分满 那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 他就必须做到他应该有的水平啊 有民众气不过将买茶经过po上网 写说到这家点饮料时要求全茶不加水 业者告知不加水只有七分满 没装满的杯子不是喝过的 而是刚买回来的 总公司表示因为他们的茶饮原汁特别浓 一定要加水才好喝 还说没加满的绝不会贩售 但消费者确实买到七八分满的饮料 感受怎么会好 中天新闻合困员王一杰台北参谋到